全文堂哥绑定了内卷系统 我每学习一小时 他的成绩就提高一分 而我则是下降一分 前世 不学无数的堂哥成了高考状元 费寝旺时学习的 我却只有200多分 大专都上不了 重活一世 我获得了摆烂系统 摆烂就能提高分数 于是我选择直接开摆 一 高考结束 堂哥林安成了高考状元 一时风光无良 而我却只能拿着200多分的成绩单 茫然无措 这时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高考结束 宿主林安成功通过高考 目标林泽落榜 落榜者将会在十秒内被抹杀 什么 没事的儿子 这次没考好 下次再加油 我爸在一旁安慰着我 我却似乎被什么控制了一般 走向马路 林泽 儿子 碰 刹车声响起 我被渣土车撞飞 横死当场 儿子 我飘在半空中 看到我爸哭着冲向我的尸体 接着 渣土车突然抱胎侧翻 无数渣土倾泻而出 将它也埋在了下面 这一幕 令我牙自剧烈 再睁开眼 我已重回到三 唉 一不小心又考这么高 真是头疼 模拟考试出分后 堂哥拿着成绩单来到我的面前 炫耀着他那全校第一的分数 这时 我听到了他脑海中的声音 目标林泽学习已满一小时 宿主林安加一分 目标减一分 高考结束时 落榜者全家将被抹杀 直到这时 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二 课后 堂哥又找上了我 待会儿 我们有个小组学习会 你也一起来吧 班里几个学霸 都会互相交流解题方法 你听了 一定大有收获 他笑着对我说 前世 堂哥时常像这样帮我学习 我原本还有点感激 现在我才知道 他这是为了让我和我爸去死 我刚想说些什么 脑海中又响起一个声音 宿主已绑定摆烂系统 只需摆烂 即可提高成绩 每摆烂一小时 考试成绩增加一分 我先是一愣 随后摇了摇头 不了 我有点不舒服 先回去了 堂哥的笑容忽然凝固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错过不是很可惜 我叹了口气 确实可惜 但我真的不舒服 我先回家歇个几天 等好了再过来 什么 他直接愣住 我背上书包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想让我为他人做嫁仪 没门 三 得知我早退 我爸十分关心我的情况 看我似乎心事重重 他便主动帮我请了两天病假 只不过 没过两天 堂哥一家就坐不住了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还没开门 我就知道 来的人是谁 因为我听到了他脑海中的声音 目标林泽 昨日学习未满十小时 宿主成绩减二十分 据高考剩余三十五天 当前分数 六九零 七五零 四 我爸开门一看 正是堂哥一家 二叔临终站在最前面 后边的则是二婶 和只顾刷手机的堂哥 二叔和我爸在同一家公司 是公司里的主管 他嫌弃 我爸是穷亲戚 一年到头 都不怎么和我们来往 即便是在公司 也从不大话 这次主动上门 简直就是破天荒的事 一进门 二叔就笑呵呵的 听说林泽他生病了 我们一家就想着过来看望一下 说着 他提了提手里的东西 这是一点补品 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堂哥则直愣愣地开口 林泽 你得赶快回去学习 不然我们就 话还没说完 就被二婶瞪了回去 我知道他没说完的话是什么 要是我一直不学习 他们全家可就完了 二叔立马帮着打马护眼 看看 林安也对林泽这么上心 马上就要高考了 林泽 你可得早点回去学习 不然耽误了高考 后悔都来不及 我心里一阵冷笑 看来系统的事 他们一家都知道 既然如此 那就更得好好跟他们玩玩 五 我叹了口气 谢谢二叔的好意 可我感觉自己真不是这块凉了 我觉得还不如放弃学业 早点去打工更好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尤其是二叔他们一家 呼吸仿佛都停滞了 那是自然 高考落榜 全家都会被系统抹杀 要是我不学了 他们一家子 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爸还没说话 二叔就连忙劝说 大侄子 现在可是关键事情 寒窗苦读这么多年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二神也附和道 是啊大侄子 要是你遇到什么事了 就跟我们说 我们一起帮忙想想办法 看着他们 我又想起了 他们当初的冷漠 当初二叔资金周转步零 找我爸借过五万块钱 我爸二话没说 就借给了他 可当我妈得了重病 要他还钱时 他却连连推托 哎呀大哥 要是我有钱 那不早就还给你了吗 我发誓 要是我有钱就天打五雷轰 出门被车撞死 结果就因为差了这几万 我妈走了 没两天 我却听到了 他们一家花十几万出国豪华油的消息 这种人简直狼心狗肺 为了我妈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六 我看下二叔 二叔 你不知道 我爸他身体不好 常年加班陪酒 导致他得了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硬化 要是再不好好休养 怕是 儿子 你是怎么 我爸有些惊讶 爸 前两天 我不小心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单 所以我才想去打工 要是我能养活自己 爸 也就不用这么累了 我爸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这时 二叔和二婶开始互相识眼色 过了会儿 二叔才开口 要不这样 我最近刚好谈下来两个大客户 就差签合同了 现在看大哥 你家确实困难 就让给大哥你吧 他一边说 一边感到肉疼 这两个大客户 是他谈了几个月的成果 就这么让出去 实在是难受 这怎么好意思 我爸想推辞 哎呀 这算啥 你是我大哥 我还能不帮你吗 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养 让大侄子安心回去学习 迎接高考 看到二叔假惺惺的样子 我又泼了盆冷水 可就算我上了大学 我爸还是要加班陪客户 他的身体 还是会越来越差 我妈已经走了 我不想让我爸 再有什么闪失 二叔 你能再帮帮我爸吗 这 二叔一时雨色 二婶嘀咕道 临终 你之前不是说 总公司有个职位 二叔一听 直接摆手 不行 那可是我费了老大的力气 花了不少钱才弄到的职位 就这么让出来 我岂不成了冤大头了 眼看二叔不肯 我又加了把火 不好意思啊 二叔 是我要求太过分了 我现在就去给老师打个电话 告诉他 我不想上了 说着 我就拿出了手机 二婶一见 立马急了 临终 你要是舍不得 我们一家子可就完了 二叔也没了办法 连忙拦住 你小子这么急干嘛 我又没说不帮 你担心你爸的身体是吧 总公司那边 正好想调人过去 钱多是少 惬意的很 我跟总公司通报一下 把你爸推荐过去 二叔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一向说话算数 七 很快 我爸的调职通知就出来了 他去了总公司 朝九晚五还带双修 比之前不知道清风多少 那两个大客户的合同 也交到了我爸手里 我爸对二叔感激的不行 然而我知道 这只不过是二叔 做出一点补偿罢了 至于我 自然是继续摆烂 有系统的加持 我已经加了几十分 而堂哥那边 结果自然不用说 等着看好戏就成 没过多久 周策的成绩就出来了 爸 林安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怎么成绩下降得这么厉害 都高三了 就不能好好努力 不留遗憾吗 周策成绩一出 堂哥少了一百多分 他被喊到办公室 好一顿说教 回到教室时 表情和死了人一样 目标昨日学习 未满十小时 宿主成绩减二十分 据高考还剩二十八天 当前分数 五五零 七五零 脑海中传来的催命提示音 让他猛地转头看向我 而我却装作没看到 哀声叹气地看向了窗外 然后又愁眉苦脸地趴在桌子上 我的举动让他瞪大了眼睛 什么 这时上课林响吗 没办法 他只能回到座位上 我则是打开 夹在课本里的小说 看了起来 宿主摆烂满一小时 考试成绩加一分 累计增加一百二十分 嗯 摆烂真爽 九 二叔一家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又找上门来 一家三口看起来都隐无深陷 憔悴了不少 我装作一脸震惊的样子 二叔 你们这是怎么了 二叔直接抓着我的肩膀 大侄子 我听林安说 你最近愁眉苦脸了 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了 我故意叹了口气 哎 别提了二叔 我爸他不是查出来 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硬化了吗 治疗费又老贵了 你也知道 我家条件不好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我爸还想先拖着 但这两种病要是拖久了 一个不小心就会猝死 所以我才这么发愁 二叔一拍大腿 哎呀 大侄子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呢 二婶也连忙附和 是啊 不就是治疗费吗 我们可以帮忙出 具体要多少钱 你只管说就是 真的 那还有假 你直接说吧 要多少钱 那个 前期治疗费用 大概要二三十万 后续每年还要大几万 加起来估计得五六十万才够 这 五六十万 二叔听了顿时犹豫起来 要是几万 我们还能勉强帮帮 这五六十万也太 听到这话 我只想笑 当年老一辈离世后 书伴兄弟之间商量 怎么分家产 二叔看不上老家的旧房子 于是就商量好 存款和各种物件 归二叔 老房子归我爸 然而过了几年 二叔把钱花完了 却又起了贪念 把老房子强占了去 那栋老房子 虽然不值什么大钱 但五六十万还是有的 我现在的要求 只是让他把钱吐出来吧 有了这钱 就能给爸治病了 哎 不好意思啊 二叔 我也知道 这钱一般人根本给不起 我还是自己去 打工挣钱吧 什么 二叔瞪大了眼睛 这时 堂哥又听到了 那催命般的声音 目标学习未满十小时 宿主减二十分 高考胜于二十六天 当前分数五一零七五零 爸 又扣分了 林安连忙拉了拉二叔 林钟 这是要是谈不妥 我们一家子 就没有以后了 二婶那尖锐的声音 刺得人耳朵疼 二叔嘴唇都发白了 行 不就是五六十万的治疗费用吗 我们给了 十 没两天 我爸就住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 接受治疗 我爸还有些不明所以 二叔则让他放心在医院里待着 好好治病 同时还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能安心学习 不过 我可不会乖乖听他们的话 百难不香吗 对于堂哥来说 系统提示音 现在就和催命符一样 成为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高考胜于二十天 当前分数 三九零 七五零 高考胜于十天 当前分数 一九零 七五零 高考胜于 由于分数下降太多 老师们也不再去管他 他整个人也越来越憔悴 满眼都是血丝 看起来十分吓人 就在我以为 整件事即将结束时 一个声音传来 高考前最后一天 激活百倍学习奖励 目标林泽美 学习一小时 宿主林安 即可提升一百分 而后 我更是偷听到了 堂哥他们的计划 爸妈 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妥了 好 我过会儿 就带人把林泽绑过来 十一 其实 我原本还有些不明白 他们一家 为什么不惜赌命 也要绑定这个系统 然而 在第一次模拟考试之前 学校的角落里 我听到了堂哥 和二叔之间的通话 哎呀爸 我知道这次考试很重要 他那边我一直盯着呢 等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 你就知道了 话说你之前跟李总谈好的事 现在还算数吗 对 就是那个 只要我成了高考状元 就顺势炒作 把我捧成明星的事 算数就行 赵董不也说了吗 只要我能闯出点名堂 就愿意认下 我当干儿子 还愿意 跟我们结成亲家 到时候 咱们家可就飞黄腾达了 通完了电话 他还不忘得意地自言自语 等我以后成了人上人 还要谢谢林泽他们一家子 那时 我还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而现在 我知道了一切 原来 都是为了明明 十二 我被蒙着头 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拉开头罩 我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身处 一间废弃的仓库之中 面前是一张桌子 上面摆放着各式课本 和CT机 而在对面的 正是堂哥一家人 他们看起来很是憔悴 像是很多天 没有睡好觉 神情中 也都透露着一丝疯狂 我很清楚 他们绑架我 自然是为了 让我好好学习 毕竟 系统最后一天 有百倍加成 只要我学习七八个小时 就能直接让成绩归零的堂哥 重新成为高考状元 而这是他们活下来的 最后希望 也难怪他们如此疯狂 大侄子 实在是对不住 可我们也没有办法 俗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要是不这么做 我们可就要完了 二叔 还在假惺惺地找借口 是啊 大侄子 我劝你现在最好听我们的 赶紧开始学习 不然得话 我们可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二婶没管那么多 直接开始威胁我 堂哥则是指着我大吼大叫 林泽 你要是再摆烂 我就把你的手指头挨个舵了 面对他们的威胁 面不改色 是不可能的 但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们不知道 我已经编辑好了一条短信 只等他们开始行动 短信便会自动发给我爸 让他直接去报案 他们更不知道 我在自己的裤腿内侧 藏了一部小手机 上面一直在给我爸 发着实时定位 只要通过这个定位 就能随时找到我的位置 就连被抓住 也是我故意为之 为的 就是让他们一家子 先重获希望 然后 再堕入地狱 十三 当初 堂哥 曾经和我一同中口 我因为成绩出众 基本稳定重点高中 所以 二叔 就舔着脸上 提出想让堂哥住到我们家 跟我一起学习 毕竟 二叔是我爸的亲弟弟 我爸也没多想 就答应了下来 我虽然不待见他们一家 但想来 他们也就住一段时间 于是也没多说什么 后来 我获得了省一级的数学竞赛奖 得到了重点高中的提前录取资格 只要通过掐肩招生考试 就能上重点高中 谁曾想 堂哥嫉妒我的成绩 直接找他爸托关系 把本音发到我手里的提前录取一项书压了下来 当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 提前招生已经结束 我愤怒地去质问他 他却装作不知道 什么提前录取 我不知道啊 反正你成绩这么好 就算没有提前录取 不还是能考上重点高中 在私下里 他却向别人炫耀 嘿 成绩好有什么用 还不如关系好使 我想让他上 他才能上得了 要是我不想 那他就等着滚去直笑吧 那时起 我就知道 堂哥不是个好东西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某一天 我妈忽然觉得 身体有些不舒服 去医院查过之后 医生开了几盒药 让我妈定时定量吃 说是吃满两个疗程 应该就好得差不多了 可一个疗程还没吃完 我妈的病情就突然加重 甚至 直接吐了血 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后 才发现 原来我妈的药早就被人给换了 而换药的人 就是住在我家的堂哥 当找上堂哥时 二叔和二婶 却极力为他辩护 小孩子不懂事 闹着玩的 他还是个孩子 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 算了算了 不就是要钱吗 赔你们家二百块钱够了没 还亲戚呢 这么连小事都斤斤计较 现在想来 恐怕正是因为他换了药 才导致我妈的病情乐化 最终撒手人寰 他们一家子 都是直接或间接杀害我妈的凶手 像他们这种人 都该下地狱 十四 在他们的威胁下 我开始认真学习 堂哥脑海中的系统 也在随着时间不停地发出提示 目标学习已满一小时 宿主考试成绩提升一百分 高考剩余一天 当前分数一百七五零 目标学习已满一小时 宿主考试成绩提升一百分 高考剩余一天 当前分数二百七五零 目标学习已满一小时 连续不断地提示音 让堂哥一家重拾希望 爸 分数又加了 四百分了 太好了 这下 我们一家子肯定没事了 快 儿子 让他继续学 只要你能成高考状元 那咱们一家子以后 就能一步登天了 宿主考试成绩提升一百分 当前分数五百七五零 宿主考试成绩提升 最终 系统的提示音 停在了满分七百五十分上 看着这绝对够得上 高考状元的分数 二叔一家欣喜若狂 他们看向了我 眼神里满是戏嘘 大侄子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们一家也不会有这种 飞黄腾达的机会 等你下去之后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爸的 瞎说什么呢 要死也是他们一家子一起死 他爸也跑不了 哦对对对 你看我这记性 总之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们烧纸钱的 你这几天就待在这里吧 等高考一结束 你就解脱了 在他们的眼中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时 废弃仓库的大门 忽然被强行破开 十余名身穿特种装备的 特勤人员 持枪冲了进来 瞄准了堂哥一架 不准动 蹲下 把手放在头上 二叔反应过来后 当即就想抓住我 作为人质 特勤人员直接扣动了手里的 太色枪 两发电击针打在二叔的身上 电流瞬间经过他的全身 他没能有任何行动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而二婶和堂哥 全都被吓傻了 只得乖乖双手抱头蹲下 整件事就此画上了句号 十五 儿子 你没事吧 我爸看到 跟着特勤人员出来的我 紧张得不行 他的手上打着点滴 身上还穿着病号服 我连忙过去搀扶他 爸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我爸看到我 毫发无伤 这才松了口气 唉 老二他们一家 这又是何苦呢 一想到自己的亲弟弟 居然会做出绑架这种事 他就痛心疾首 大概是他们鬼迷心窍吧 我淡然回答道 这时 二叔他们一家子都被压了出来 看到我和我爸的时候 二叔他们眼睛血红 他们正想说些什么 却被特勤人员直接一推 快点 别磨磨蹭蹭着 要是敢拒捕 或者逃逸 我们有权 将你们就地击毙 一听这话 他们顿时又黏了 全然不负之前的得意 最后 他们上了特勤的车 在嗡鸣声中 渐渐远去 十六 那之后 二叔一家 就被积压起来 二叔和二婶互相推诿 把罪责都往对方身上丢 指控对方才是主谋 狗咬狗之间 甚至把他们以前的 违法犯罪行为 都抖过出来 二叔私下里 卖过假冒伪劣产品 曾导致别人一家子中毒 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要不是送礼疏通了关系 早就该进去蹲着了 他这几年赚到的钱 大多是黑心钱 二婶涉嫌挪用公款 进行跨境赌博 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 恕罪并罚 他们俩都得到了 法律的制裁 堂哥则是因为 未满十八岁 且不作为这起案件的主谋 根据律师的估计 恐怕最多只能判个几年 不过对于我来说 他判几年都无所谓 因为在判刑前 他要在拘留所待上一阵子 如此一来 肯定会错过高考 这就足够了 十七 第二天 我顺利参加了高考 虽说这次高考的题目 总体有点难 但我做起来 依旧游刃有余 并且第一个交了卷 在走出考场的时候 记者们全都围了上来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 你觉得自己的发挥如何 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吗 发挥的还可以吧 目标应该可以实现 那你的目标是 那还用说 我笑了 当然是清北了 不久后 高考放榜 看着那高达 七百一十分的成绩 我爸乐开了话 太好了儿子 这分数 别说重点大学 清北 估计都够了 走 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你不是一直念叨着 城北的羊肉火锅吗 咱们爷儿俩今天高兴 过去好好搓一顿 我点了点头 行啊 爸 等到了晚上 我们就去好好搓一顿 等晚上干啥 咱们这会儿就去啊 我爸有些疑惑 我还有点事 得先去见一个人 十八 之后 我带着自己的成绩单 前往了城南的看守所 由于二叔一家 是在高考前一天 闹出的案子 所以 上头对此极为重视 要求从快从严处理 在证据确凿之后 便直接将二叔一家 判刑关押 他们一家 都在这里 而我要探视的 正是唐哥 办好探视手续后 我成功见到了唐哥 此时的他 比之前的气色还要差 双眼无神 似乎对什么 都提不起兴趣 然而在看到我之后 他的瞳孔忽然收缩 你 你 他不由得怒气上冲 咬牙切齿 要不是有手铐烤着 只怕是会当场冲上来 掐住我的脖子 置我于死地 这下你满意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落榜了 你也跑不了 我们全都得死 全都得死 他牙齿剧烈 仿佛要把我活吃了一半 我却只是轻轻将手里的成绩单 推了过去 不好意思 我可不会跟你们一起玩玩 我考了七百一十分 上清北都足够了 落榜的人只有你而已 什么 堂哥几乎不敢相信 一把抢过了我的成绩单 在看到我那惊人的分数后 他几乎要疯了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这成绩 肯定是假的 假的 他把我的成绩单撕得粉碎 我淡然地看着这一切 就像是在看一个小丑 撕就撕呗 反正高考成绩摆在那 最多 我回去再打印一份成绩单就是 他撕完了成绩单 似乎是情绪崩溃 直接开始抱头痛哭 很快 他就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被狱警带走了 在被带走时 他还咒骂着 林泽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这时 我又听到了那个略显熟悉的声音 高考结束 宿主林安未能成功通过高考 以落榜 落榜者将会被系统扭杀 我没有去管堂哥的吵闹 而是大步走出了拘留所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我要去迎接属于我的崭新未来 十九 那之后 听说堂哥在拘留所里发了疯 他不仅动手攻击御勇 还一直在大喊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最后 直接一头撞死在楼梯台阶上 二叔和二婶 也没好到哪里去 据说二叔在外出放风的时候 突然倒在了地上 后脑勺着地 不治身亡 二婶则是因为 听到了二叔和堂哥的死讯 自杀了 巧合的是 他们的死都在同一天 其他人不知道 但我很清楚 这是系统的抹杀 而自那之后 系统就像消失了一般 我再也没有 听到过类似的声音 又过了一两天 二叔一家的尸体 被运了出来 举行葬礼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之间也算是亲戚 所以 我爸还是带着我 去参加了他们一家三口 送别仪式 参加完葬礼 我走出灵堂 仰头看向头顶的万里晴空 再过不久 我就要启程去上大学了 现在想想 要是二叔他们 不作恶多端 恐怕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希望他们到了地狱 能好好忏悔吧 正所谓 天道好轮回 善恶到头中有报 不幸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